GOOGLE查一乖奇怪的图 还有掉下来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就是Volume太多了嘛 就是Volume太多 所以它也有Contractivity 所以这各种画法 那Contractivity看你怎么测 你说Cardia Pooh也是一个Contractivity 所以就是它会有各种的图 那什么会影响它这个曲线 就是像刚才比如说这边简单的说 现在的Venture Curve Function怎么样 就影响 所以我们常常在那边猜 假如说你测单点的Stractivity在这里 测完之后说它在这里 然后它到底对Fui会不会Response Fui就是灌这里嘛 你现在就灌水说Stroggle会不会上来 所以你已经到Porto的时候 Stroggle就不会上来 所以这概念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要不要灌水 冰的水是不是已经够了 还是冰的水太多 就是在这个地方打转 所以这个题目在这边大概是有 它的背景在这里 好 所以Kickle的问题常常就是说 不知道在哪一条线 对不对 不知道它现在的线在哪里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你不知道病人会不会有反应 一样的意思 就是你因为线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不知道反应怎么样 我们常常灌完水 变成血压起来 灌完水变成血压没有起来 那到底是水灌不够 还是说水灌了 就像它这个已经是到Porto 常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一系列的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不要管那个什么 Leg rest test 如果你觉得病人现在想去看它 Full Responsive Scope 有没有反应的话 你会看什么 看感觉 看感觉 没有一个可以看 没有一个可以看 对所以就要看嘛 所以以前讲CVP嘛 对不对 那现在不敢讲CVP 就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把那个 赞助人的slide偷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最喜欢看的slide是这一张 1984年的 Croquet 我记得后来Chester Chester后来登了一次 不是原版的 所以赞助人终于把原版拿出来 因为我每次都是那种很模糊 然后翻拍的 所以就很漂亮 这个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 就是volume deficit 或者是excess 那么 我记得这应该是实验结果 因为它是可能有办法去放血 或是控制怎么样 然后再去测试CVP Level 就发现没有一个趋势 怎么看到那个趋势 所以 后面这个应该是 就刚刚讲过 所以 大家就会怀疑CVP这个东西 所以 但是 这一篇对于CVP又好像有一点 把它扳回一层 因为这个CVP是单点的 对啊 我们刚刚 你听到我在讲那个 leg racing test 所以你会知道说 我们好像要做点别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常在讲 那个IBC的事情嘛 所以IBC我们已经知道 其实我就不用问 就是有单点的 static静态跟动态的 那静态的就有CVP啦 Wage Pressure啊 等等的啊 这个 这是传统静态 现在icon 那 dynamic的话就有很多的maneuver bass side的maneuver可以做 所以bass side的maneuver就是 最长的其实是两个 一个叫做正压呼吸 manchalical ventilation 所以我们在讲的是正压呼吸 所以 不是我们经常在急诊就测的IBC 对不对 不太一样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吗 我们好像好久以前有讲过一次IBC的那个 那时候还有 又恢复了几次Journal Cloud 然后有一次就在讨论IBC的问题 那 那第二个常用的 就是现在比较常来讲的PPL Passive Leg Raising 就是不是病人自己抬起来喔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他就有讲 什么叫病人抬腿 就是说先让他伴坐卧45度 然后呢再把他的脚抬起来45度 可是我们那个其实 平常的床是没有办法那么高的 所以这个等于要稍微抬一下 那 其实各种各样的研究都做完 所以还有人说 抬腿之后你看看这个IBC变化 可是我觉得太难了 因为你抬腿之后 这个地方很压迫不太好看 所以可能抬腿没办法看IBC 所以这是先看抬腿的图分 好那所以抬腿大概就这样讲完了 就是说一分钟之内就会有变化才对 所以像包含ICON 包含 如果是在ICU有一些危险的 或者是等一下我讲的这些 折腿的变化的能量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些变化 那呼吸的Variation 刚刚就有提到 他这边至少在文章里先讲的是 叫镇压呼吸有Ventilation 的病人 好那这个叫做Controlled Ventilation 那题外话因为我最近就是 也跟一个外伤 基隆外伤科简致影的合作 他就是做IBC 那他做了IBC之后说 欸这做起来好像不太好 我就跟他 我一直跟他讲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Controlled Ventilation 的事情 那他是做TRAMA病人 所以TRAMA病人相对比较单纯 比较没有多人跟那个疾病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到CT room 因为病人有些人是没办法 请你避注器不要呼吸 所以我后来叫他把那个病人做Sucroup分析 把那个M6的 可以避注器不要呼吸的 单独拿出来看 哇 那个outcome就好很多 但他做的IBC是比较紧接 他是用CT重组 然后再把整条IBC的Volum测出来 哦 不是单切的 不是单切的 不单切的也不错了 单切他们会做一个TP ratio 就是Total跟AP的Ratio 是怎样 横的跟直的 等下我要再确定一下 应该是Transferous 跟这个 就是去看是不是要扁掉 就讲白话叫扁掉 因为他们常常在TRAMA看片子 就是IBC很扁 所以表示这个Volum不够 可是问题就是病人 有没有避注器去不要呼吸 如果避注器不要呼吸 也是一个Control的Positive pressure 就是说没有办法在ICU的那么确定 甚至等下后面我们结果会讲到说 他有去依照Tidal Volume去分 这个病人是Low Tidal Volume 还是High Tidal Volume的 好 所以 这一段就是在讲 这个Positive Pressure Inspiration的问题 所以是 这个我们就知道 好 那么 接下来他就要说明了 什么是Positive Variation 因为跟呼吸有关的 我们等一下要讲几个IBC Positive Variation 我记得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一个一个讲 所以我们刚刚有知道Positive Pressure 对不对 就是收收織产出场压 Sa 那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PPP还比较单纯一个 就是他定义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0006 相减 除以 我看他也写错 他没有这个括号 他本来是这个括号 因为这个括号 就变成是这个除以 以後面這一堆嘛 誒 對 除到哪裡去 除到這裡 所以我把括號弄回去 才比較對 相減除以相加除以二 這個是平均嘛 就是它的差處是平均 這是它簡單的一個定義 然後是maximum跟minimum 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面 那現在它其實很多的機器會自己抓啦 要看哪一種機器會不會有 所以只要呼吸跟吸氣這個相對的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PPV在這邊就是 先跟大家簡介一下 那IVC這個大家都很熟了吧 我們已經講了久了 那IVC就是會有這個 當然你 哇 有沒有這麼漂亮的IVC 也浮現的每次都這麼漂亮 那這麼漂亮那也可以測成這樣 那像簡智癮我們跟他們做的就是 我們的想法是很簡單 IVC你要測哪裡 常常是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就是說這個 Hepalibin出口的下面大概三公分左右 可是像有些病人是負壓比較高的啦 或是我還有看過那種CAPD的 那很奇怪啊 還有Cherocis的 就是這裡很寬下面很窄 所以這次大家還有另外很多要排除問題 但是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相關的文獻對於它的 collapsability 或者是distanceability 哇 這個有一堆亂七八糟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collapsability的定義 它的定義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它的定義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就是collaps的這個比例吧 對不對 就是相減處於maximum 這個我們常用 這個還好沒關係 這個collapsability很常用 但是問題是disability也很常用 它的denominate變成是mean或者是mean 就是我們上次mean analysis拿出來看過 在亂七八糟的 因為我們mini也有問題的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在算哪一個 那這個買家證明的結果反而很麻煩 那PPP反而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是其他方法學的小的問題 好那所以這一系列 大概它的background會先講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是比較佛光 那它其實剛剛我有提到 它是一個review article 它其實做的已經很系統性 只是它有稍微想一下 沒有真的把整個過程 應該是有 supplement supplement有沒有講過詳細 也算不錯了 就是已經是系統性回顧的架構了 現在連那個新思維都要講系統性回顧 統合分析 因為健保資料庫比較難買 好所以它有做這個回顧的動作 然後再來是diagnostic accuracy 好那所以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看它用了哪些指標 不過傳統上 問張老師好了 傳統上你會覺得哪些是diagnostic accuracy 你前止CVM你有來啊 沒有來 你講幾個就好了 整段工具的準確信仰 你會看什麼 這幾個男的有什麼意思啊 那北城要不要救他 DVM 都沒來 那就剩誰 剩少鋒 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你講幾個喔 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心裡太多答案 比如說Sensitivity specificity 就這樣而已啊 沒有那麼高升 最基本就是要Sensitivity specificity 好那我們來看看它等一下會用哪些東西 我先不要再這個時間幫大家複習 不過我們可能也可以在早上複習一下 好那當然它這個是先說 有這個diagnostic accuracy的 它才會被引庫進來 它如果很單純的是在做一些動物研究啦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CVP跟Volume的關係 它可能就沒有所謂diagnostic accuracy 它可能也可以給你一個R對不對 R square 跟你說R等於零點零幾 就沒有相關性 那是很統計的 那你就不用知道 所以你看它已經放在這個是教育嘛 所以diagnostic accuracy 它這邊用的應該是要稍微要臨床會碰到的 當然等一下看就知道 然後呢 如果沒有publish沒有include進來 有些會做這個事啦 所以它這邊是講這樣 然後你灌什麼水它在不管你 這是但另外的問題 如果你是灌colloid 你會不會覺得不一樣什麼的 不知道 但是它很快就測 所以應該影響不大 然後呢它的gold center是看cardi output 就是剛剛我們看的題目叫 Fluid Responsiness 叫做cardi output有沒有增加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可是它覺得太多了 把它放到eTable 不過我覺得這個好像我們應該知道 所以 我們看一下eTable裡面好了 所以你看eTable裡面有這個 Cut-off 這Cut-off意思就是 剛剛講的cardi output增加多少 所以有15% 11% 10%的 那這個通常我們在做Metanets 就覺得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因為你會不會因為定的Cut-off 覺得就影響了你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Sensitivity啊 Specificity啊 好 很正的 好 所以 OK這是第一個我們先跳出來看的 再回來看這個 對這部分 好 所以cardi output我們講 然後2x2 Table 這就是我們在叫算Sensitivity Sensitivity的這個部分 所以要還是來複習一下 2x2 Nightmare 2x2 Nightmare 2x2 我這個應該沒問題 好 那去找個R1 R1 馬上可以進入相框 太困難了 你是假R1 應該是就好 哈哈哈 敏感度是很感動 敏感度是很感動 複習一下 什麼 敏感度是什麼除以什麼 加什麼 上面是A嗎 對 上面是A 下面是A加V2 哈哈哈哈 想一下 敏感度有做測試嗎 其實敏感度有在 你如果看文獻很多種 都叫敏感度 這是一種敏感度 叫分析的敏感度 Analytic Sensitivity 那還有一種是比較傳統的敏感度 比如說我就會問你 Block Culture敏感度是多少 多少個CFU per mil 每CC 每CC齁 Mil 人家最近不是有人在討論那個 mini liter的縮寫要怎麼唸嗎 因為我們一般護理師會唸Mil Mil 我怎麼唸Ten 欸 張老師 我在福西辦會教什麼 Mil還是Mil 最後一次 真的 正暈一下 Militer是 我都唸 Mile不是有那個模額嗎 Mile都會打高 可以唸Mile Mile沒有Mile不是Militer Militer 我通常都講NN而已 我就沒有真的在唸他 所以他們是叫Mile 如果簡單的話是叫Mile 叫CC也可以 不過不然CC是比較 歐洲會叫CC 北美的就是沒有 就是說 1cc 的血 boccal 1cc 的血有一個 菌種 菌弱它就會靈感 就長不出來 比如說你長出來陽性 你把它拿冰冰的話 1cc 才有一支而已 所以你如果抽不到 1cc 的血 你就要用更敏感的media 比如說小朋友的 所以護理師 你知道boccal的陽性率多少嗎 陽性率 不是我們抽那麼多boccal 每天都抽啊 對 有沒有概念 我們每次都要亂拍 這十字單是 這個單是其中一個 confounding 欸 差不多耶 百分之13 然後他們感控都去跟台大比15 欸 我們店員跟台大有什麼不一樣 後來檢討到 後來是什麼呢 然後護理師每次要抽得多 所以他們抽的量比較少 你知道平均多少 平均一罐 一罐 你知道他們規定是要多少 八是兩罐 所以一罐要4到6 他們打1.3 1.5 對啊 所以我剛剛說美西西 敏感度這個東西的敏感度是一支而已 平均1.5 那怎麼計算他只有本來1.5 他去看啊 瓶子啊 對對對 他瓶子本來就有啊 解釋師去看這個東西啊 會看啊 會看啊 這瓶管嘛 所以他說 平均這樣1.5cc 這是平均喔 可是抽到一點點說 欸 好啦 那做個包康好了 他就好像可以做 你就不會養心 就變成你的分子 不是分子了 變成分母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可是這樣你可以比較理解說 你就不要去記 那你這樣應該是知道A加B還是A加C 你說包康是陽性的 就是有細菌的嘛 就是Bacterium 所以分母是A加 A加C A加C 慘了 A加C A加C是包康學 陽性的 真正有病 這是陽性的 那會不會偽陽性 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剛剛講的是 真的有Bacterium 裡面有長的 所以是A加B 分子A A加B分子A 2x2 那我們今天一貼一個就好 不過等一下還會講這個啦 陽性預測 上次有講過 好 所以我們就 這種東西 下次 反正我的原則就是 你進到腦袋第一次 好啦 就著了進又有數 然後第二次 換成玉神老師講 做了進又有數 可以 第三次如果掃過去好像又講了 那老師你就把它記起來 如果有三個人 三個人講了三個三次 那我就要把它弄清楚了 我的原則是這樣 不然你們訊息有時候 現在太多了 所以你很輕鬆的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這樣就好 好 那其他的 他說因為你沒有辦法做這個 likely ratio 所以他就不把它納進來 那我就不講 所以有些生物太小就拿掉啦 因為他有可能是所謂的 BIOS Enrollment 就是我 方便嘛 我隨便收一個15個病人 我就拿來寫配備 那就可能會有問題等等 好 那有些太細我不講 他中間有一段講這個 quadus 一樣喔 就跟大家講 如果聽到第一次就算了 因為在診斷的研究都有這個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有什麼什麼BIOS在裡面 那今天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就下次再看到 我們再把它拿出來一個一個講 那統計方法你就帶過去 因為我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所以他用了很多還算 state of art的這個方法 要去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或一些 mixed effect回歸 random event 那講那麼多 簡單就是說 當如果你meta analysis 看到study中間的抑制性很多 Hitler的解決性很多 就是看那個什麼 i2 i2很高的時候 你就要用一些方法 把這個東西解決 就是這些的東西 簡單說是這樣 那我們有機會再多講 今天不想要太當大家混檔 好那還有做一些所謂的subgoal analysis 就是我剛剛講的 根據他tine about you去看 那他有去看publication by 他就沒有列出來了 那簡單的說publication by 你會覺得 我直接講 最常見就是只有 陽性的會不會期刊接受 對不對 我們常常做研究做完 啊完蛋了 這是negative finding 期刊不接受 你就自己放在抽屜裡了 或者是投稿就碰壁 期刊就說我們 我有一次投CCM 然後他這個回覆很有趣 他說 Sepsie這幾年已經很多的這個 處置都已經被人家打入人工 你的眼鏡太灰暗了 那個字我還查了一下 那個字我看不懂 現在還是記不起來什麼字 就是灰暗就對了 負能量 他說你這個 我這個quill care 不希望再有這麼灰暗的能量 就是我回覆有publication bias 我灰暗就不給我燈了 你就只有燈那些好的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說很好啊 IVC很重要啊 因為都是燈那種東西 所以他要去看publication bias 他就說 他會看那個漏斗有沒有Y1邊 就是Y1陽性那裡 OK 那你就說他有publication bias 最簡單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他最後有這麼多study 你看他有600多個 最後弄半天只有50個進來 然後他還分 跟quality level 2 跟level 3的 Level 2應該是比較好的 所以比較少 那這個就有興趣在看 那不過通常我們在看study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看人家的practice 或者是這些病人被enroll進來的 這個有什麼特色 就因為他這裡好像沒有特別要講說 enroll什麼病人 sepsis 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們題目叫做 Fully Responsiveness 但是你看他enroll病人進來是怎麼樣 但你要先enroll進來 他在血壓不好 他也不是全部都血壓不好 那有些shock sign 這個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他排除了一些病人 這個就很重要 就是說他排除病人就是我們可能 還有困難的 Erythmia 泡沫的地方已經不能灌水了 或者是bubble的問題 就是ratio of 我那時候還看了一下 我說我有沒有弄錯 因為這句話我琢磨了半天 low ratio of 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 to arteri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那不是變fp ratio嗎 我再弄一下我有沒有記錯 不怎麼都說pf ratio 但是他是叫fraction 所以 就變成他是在分子 還是pf ratio 好啦 這是文法 只有我覺得 只有我覺得很 哈哈哈哈哈哈 好沒事 好 或者是right side哈菲勒 right side哈菲勒 right side哈菲勒 他就不收進來 所以這些病人都沒有 至少這一片meta 沒有被引褲進來 就是哈菲勒 所以你不灌水 泡沫的地方你不灌水 巴菲勒的病人也不灌水 巴菲勒的病人也不灌水 那眼睛pf ratio 就很低了 你也不灌水 所以你就不能用他的這些東西來預測 那剛剛講的cardia output也有很多 他大概定百分之十啊 百分之十五啊 都有人定 所以剛剛這邊已經稍微cover到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有一半的病人是full responsive 這就很有趣了 為什麼會剛好一半我也不知道 就是說你沒有用這些東西之前 你是用猜的 你先看喔 這些東西都這些病人都是 符合inclusion criteria 都理論上是不是要灌水 意思就是說 好啦我們今天 忘掉我們今天講的任何的 什麼leg racing test 這些病人進來到你面前 張老師你看hypolymin clical impression 你灌不灌水 灌啊 hypolyminine灌不灌水 76% 灌啊 Oliguria灌水 ICU跟你說灌水 灌啊 大理石斑 P1沒有用 對啊 就是P1 P1無用論 P1無用論 他好像也有把P1拿出來看 所以 但是只有一半的你丟銅板 表示他有值得灌水 那這個是剛剛的東西稍微提過 另外還有就是說 最常見的是sepsis 然後還有sirc 不是septi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inclusion 我沒有看那麼仔細啦 會不會有一些bias 就是說其他的shock 會不會沒有進來 因為我們知道哈佩爾沒進來 你說Right side laser 哈佩爾他已經把你一排除掉 因為他不能看cardiopo 的增加 不能灌水 所以哈佩爾沒進來 當然剩下就是最多sepsis 應該是這樣 好 那 那也有 那也有 用這個 medium的 中位數的病人的 什麼 沒關係 好 所以剛剛 那個先生講的說 pe有沒有用 簡單講就是likely ratio 如果跨過1的 positive likely ratio negative也是一樣 跨過1的就是無用 好簡單講 就是帶回去take home message pe全部都跨過1 就是說你能不能用dry mouth dry mucus membrane 還有他去看腋下乾不乾 Skin Turgle Cabillary Filling Time 理續經常都會講給醫學生聽 對不對 講了半天 沒有用 但是這個很粗略而已 我們還要在細部看才知道 是不是這麼無用 我相信他可能有的是 這個用處是不高 不過你看 palsive likely ratio 是0.9 平常會在那邊 挺爽的 我們那個CV 不過你要知道我們的 outcome叫做Full Responsiveness 對 我們outcome並不是說這個病人 現在有沒有hypogalemia 因為我們剛剛的 該看的叫做starting curve 剛剛如果有比較晚進來 我們就這樣 Franc starting curve 在這裡 他是還需要水應該是 只是他沒有什麼反應 你可能要灌更多 然後我們有這個經驗啊 你灌三百鍋再三百 學家拉不起來啊 那灌的話就pomidima 對肯定是這樣 所以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 我們真的要嚴格平讀的話要這樣子 不能就是 好 那來看一下這些很多字 我們直接看表就要快 好 因為後面都全部都是 Accuracy Accuracy 我們直接看表 表在這裡 好 所以先看表的話呢 他是告訴你有多少study 有些是有兩個的話 但是太少了 所以他兩個 這個他就說 我沒辦法來評估 IVC在 在致敷的病人有沒有準確 太少了 他是說 這個部分 因為 各位要注意 他outcome還是說 有沒有response 就是說 IVC有變化的人 他的cardia部隊 會不會增加 這個東西 所以他只有 兩個人有 看IVC Spontaneous breathing 我們之前在看很多的metanesis 大部分都是做 Control ventilation 那這篇是因為他很嚴格 他要看 對fluid response 所以他study更少 那所以要看比較多的PPB SVB 然後對抬腿的反應 還有就是 cardia部抬腿之後的反應 好那 這個cutoff 就range很廣 先看CVP的cutoff 好了 我們是用 他是8mm 毫米一拱柱 所以是多少水柱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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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你要水 每cc 每公分 對 所以大概是10 我們10到12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看 CVP 單點測量的CVP 敏感度62 特異度76 那看你要不要 你是要哪一種 都不是很好 positive likelihood 是2.6 negative是0.5 都沒有很高 但是沒有到跨過1 我們把它稍微平反一下 它沒有到跨過1 那麼爛 然後它有所謂的I2 那它有一個 diagnostic odds ratio 我說我不要一次給各位一個就好 所以我今天不要給這個 抱歉 你就看這兩個就好了 這其實是一個統合的結果 就是 阿水學上次有講過 所以 就看這個 好那 這個是CVP 那我們來看PPV好了 它有control跟 low title跟high title 那很可惜的是 它的這些人就只有PPV有去看low和high的 那它我記得內容是講說好像有些是只有low的樣子 就是很多 嗯 還是八忘記 因為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PPV好不好 那一樣它的CVP會有這個 這叫百分比喔 就是PPV的百分比 剛剛我們說maximum跟minimum 差百分之十 先有這個感覺啦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好死不死在ISU看到病人的PPV 你用很方便的算 應該很難吧 很難算出來 反正你就看到它吸氣吐氣會變化 那大於百分之十 大於百分之十或十一這樣簡單記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Sensitive 欸還不錯耶 然後possilicase 第五點三 Nacly0.19 已經接近0.1了 就是說它病人 當它是 這個是比較高的 the volume manipulation的時候 嗯 那比較低的時候 欸為什麼敏感度比較差 我覺得這個跟Color很小的關係 嗯 反正它的這個possilicase就是更好的 所以 但是Nacly0.19 因為它這樣定所以就更比較差 這個是PPV SVB 我們直接看4.9 好像沒有更好 所以我們直接眼睛看比較好的對不對 11 這是什麼呢 就是抬腿啦 抬腿這件事情 所以它為什麼一直被拿出來講 所以它的cardial pool的變化 百分之10 百分之11 或是你要嚴格一點 有7跟5的 一樣嘛 我們的BMP也是一樣 BMP 現在沒有這樣給參考值 以前前陣子都是100到400 中間是灰色地帶 所以100以下的話就真的低 400就真的高 所以通常我在看這種文獻文 是說它有定7到15 那我如果最保守 就是說它增加的到有7 那我就覺得可能可以灌水 如果它又我不會擔心 Full over low 的話我就可以灌水 那如果要SVB 你就定15 就很簡單的用法 好 那這是cardial pool 這樣子抬腿的變化 Pulse pressure也會抬腿的變化 它也是大概10% 其實這篇文章沒有講 可是一系列其他的文獻 我在讀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有人去探討 什麼叫minimum的challenge 我們平常臨床上就是 恰500 恰300 它minimum是差什麼 恰個100 所以你知道它恰100的意思 並不是要把那個 收縮壓弄起來 而是跟這個意思是一樣 我恰100有沒有用 你如果 你現在如果恰了300 你有用 你會 好那我可能就 IV要開120 會吧 應該會做那個動作 就是你好像是 你的這個不是只是 不是治療 而是整一段 對 所以它恰110也是這樣 如果灌一點水 它如果血來會起來一點 那又掉下來了 表示說它可能 可能需要12分 或是像剛剛那個沙丁克 它是屬於比較陡的 那這時候灌水是比較有效的 好 那題外話啦 也是這個study沒有講的 那這個 你如果說 我們就這樣傻傻的 要困在這裡 困在這條 study 課 當然不會啊 我們還是會給 anotropic 對不對 我們還是會把 SVR解決 所以還是會去做這個 所以課會一直變動 所以你 你大概有這個概念 就更好去 傳呼病 好 所以這是 差不多結果是講到這邊 所以 像這個 所謂的 Cardial Put False Factor 會這樣變化 然後 其他的 是什麼 Changing Cardial Put Following Leggrass 簡單來說就是 Leggrass 是王道 所以現在大概 很多人都在推這件事情 好 看還有什麼值得講 所以 結論簡單 我們看一些 Limitation 好 第一個 Limitation 就是說他的 Cardial Put 測量方式 對不對 你到底是用最 精準的 Simal Volution 你是做PA 還是 現在都用很多Invase 所以 雖然他說 這兩者的 一致性很高 但是 有些還是沒有被驗證 好 所以有六個study 等等的 所以這就是 In all but 就除了六個study以外的都很好 這句話意思是這樣 所以 有六個study有問題 所以 有沒有很多 因為他引庫進來也沒很多了 所以會有 這可能會有問題 好 還有一些問題 像是 剛剛我們剛剛講的 稍微開會道 就是這個水會不會真的夠多 就是你抬這個腿 到底有沒有那麼的意義 但是他有引了一個文章 這也是題外話就是說 這個腿抬起來到底有沒有用 好 所以 簡單說 我看看 就剛剛呼吸力方面 也都cover了 所以 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呃 right side half air的問題 這個也是比較脫離 這個題目 好 我考一下哪一個 好 我自己回答 好 問問 right side half air最常見的原因是什麼 是我 intern的時候去 去美國被人家問的問題 然後問完的時候所有人都笑了 因為他們就知道 這是一個tricky的問題 right side half air最常見的原因是什麼 對嗎 對嗎 不是 right side half air最常見的是 left side half air 哈哈哈哈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isolated right side half air 比如說 很大的 這個pomo embolism 那這是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灌水 嗯 我們傳統好像都灌水 那會不會灌水灌不起來 對 那怎麼辦 所以 這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是有點心 所以我有點怕怕 但是他這邊有個例子 你看 For example a patient in shock who is from a massive pomo embolism mine improve cardiac output with fluid removal 就是你發現他是 messy PE 的時候 你給他打拉斯斯 你幹嘛 他就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你的LV the feeling 會因為RV feeling的減少 而增加 因為你的RV已經 failure 對不對 已經到starting curve的尾端 我們說會掉下來 那你現在把 RV的東西拿掉 把套路拿掉 拿掉 拿掉之後呢 他RV反而 就是 Starting curve已經回到那個 他的RV的套路 反而會增加 你知道 free Starting curve 的那個 物理上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一個氣球嘛 你撐到後來 反而氣球就沒力 嗯 就是 就是 所以我們Full Over Low的時候 打拉斯斯是這樣嘛 你卡利亞婦才會起來 當然 應該沒有人敢 在病人泡沫一地嘛 然後 Heart failure的時候 血壓只有70的時候 還給他打拉斯斯斯 但是常常 我以前在那一顆病房 我看到他們很勇敢啦 Dopapine叫拉斯斯斯 這樣 那當然每個茶房不一樣 可能姑媽來茶的時候講一套 然後 那時候 最高顧問來的時候 又講另外一套 對不對 然後 誰來的時候就 咖啡底樓 6.25顆這樣 然後還要再切什麼的 小二顆豆子 題外話 反正這個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蠻新的 也不是真的敢那麼做 沒事 不過這是題外話 喔好 所以 最後還有什麼可以講 剛剛講抑制性的問題 已經講過了 然後 好 這邊還有一個 好 他說呢 雖然說抬腿 似乎是 最容易取得的 對不對 就是你剛剛 我們當然講Cardial Pro 因為你剛剛看那個總表 裡面抬腿有幾個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說 Cardial Pro 這還要測嗎 也許很簡單 你有Evasive 都可以 那Pulse Pressure 也是看機器 或是手算搞不好也可以 手算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抬個腿 看Pulse Pressure 但是你有A-Line 才會幫你Continuous 對不對 這還是 有它限制 只是說 我們現在這些東西 會越來越多 大家可以準備好來玩這個東西 但是它的意思是說 雖然這個已經是 最常被取得的 但是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抬腿的量到底夠不夠 這個在我們急診比較少見 在ICU比較常見 比如說 好像亞洲人 比較不會 因為 躺床久 然後 低於一提 好像 那到底是不是我們 screen的不夠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只要國外 routine 它知道你會躺很久 開大刀 每個人都給你穿彈心包 或者是 有那個壓力帶 在那邊 熬飯熬飯 在那邊去做 那或者是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肚子裡的這個hypertension 就是裡面的問題 那所以 這樣子是不是表示 抬腿的進不去 因為肚子壓力大 進不去 或者是抬腿已經沒有血 還有回流 這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那所以 他講的另外一個事就是 比如說 病人的CPT如果增加二以上的話 他也是覺得說 這個翻一點也是比較可信的 那所以我剛剛跟那個 陳靜民實在外面講 他說你跟我講結論 我說我的結論就是 一般來說我們 不管買一個BioMarket Indicator 是很極端值的時候 就是剛剛講的 BMP400跟100的時候 就很簡單啊 就很容易判定啊 搞不好你也不需要 用到這些BioMarket 可是中間 灰色地帶 其實是這個 史達利強要解決的 那他這個 這個 拉回來講 CPT增加大於 二這個事情 只是說 CPT是不是真的無用論 你如果真的有 CPT在那邊 已經放好了 ICU等等的 你還是可以抬個腿啊 還可以抬個腿 增加2 以上 你還是可以說 這個好像還是真的是 需要水啊 這個還不是 這是鞏住 所以對不起 這要乘1.3 所以大概是 就是3 那4 等等這樣子 所以 最後回到這個 scenario 要做什麼呢 所以 我剛剛 之前還是沒有仔細讀 所以 這病人有很多的 Sign 所以 percussion 的問題 是可以考慮 需不需要給水的 所以他 我們剛剛知道 是大概7% 然後呢 他另外還有一個是10% 所以 所以 他是應用了這個 EBM 的精神 就是說 pre-test probability 我們剛剛知道說 在這個 study 是50% 所以你 post-test就會 有怎麼樣呢 這個是 defining on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to 30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個案例 看起來 他本來是 50%是需要水的 那現在是 只有30%需要水 那30%需要水 要不要灌水 就看大家啦 如果說 這病人有RQ 我們當然就灌了 那學校好看一點 呼籍就好看一點 如果你真的覺得他 或者是你覺得他的 剛剛邵東講的 每天都還沒調好 那每天都調下去 發現說 已經到緊繃了 不能再灌了 那總就改升壓計等等 所以 我想後面就不講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一系列的題目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中間如果 我們挑一個 再看一下 因為剛剛他有特別講這個事情 所以 挑一個 這個 所以他這邊 這邊有一個 Distensibility Index 剛剛講到的 比較複雜的那個 然後大概有15% 然後就是有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然後他也有 Likely Ratio 然後最後他有做的 剛剛一樣的事情 就是pre-test 如果是50的話 那他現在的PVP是多少 PVP是多少 那他當然 只要是做這種超音波 他一定要講這個事情 Inter-Observer Variation 只是我覺得他的 這個也蠻有趣的 因為 Inter-Observer Variation 他這邊有各種看法 那他其實 這個study 或是這一系列 其實只有兩個study 這兩個study 用的方式是 COV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Table 4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就是其實 統計上 很早以前就發展出來 一個 似乎可以 去看 變異的係數 它其實就是 min除以standard deviation 其實就是我們RDW 是用這個係數 RDR就是min 平均的MCV 再除以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 他就做起來說 Inter-Observer好像不差 就是剛剛回到這裡 Inter-Observer其實不差 6跟9左右 Distensibility的部分 所以 你看他們有特別講 我們那個collapsibility 我們剛剛講的collapsibility 我們習慣的是這個 Disability就很不直覺 所以 那Disability Dispensibility的 Range 它是在 15% 15% 左右 所以這個就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習慣的一看 我們的spontaneous breathing 就是 欸 它這個還是用discipline 就是 這要看一下 D應該是 不是它是講Range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用 Dispensibility 還是collapsibility 你看這差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還要再看 所以IVC 回到跟BMP 我覺得跟BMP 壓問題的狀況 就是很高很低的時候 你可以參考 IVC很苦很扁的時候 沒有variation 很有variation 的時候可以參考 中間的話就是兩小時 你不要真的傻傻的 0.5 要不要灌水 0.4 要不要灌水 collapsibility 我們比較習慣 0.4 要不要灌水 你在看別人 對 抬個腿還是什麼 喔 對 反正到最後就是 這篇study 就是在 建議大家抬腿 以後就在 在急診就看到抬腿 有那個床要設定 可以 快速抬腿 對 對啊 而且要把頭 我們之前不是看嗎 人家有那個影片 講PSPT 也是抬腿啊 對不對 抬腿就給他加壓 整個馬沙馬加上 好 OK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要提問 半小時 一小時解決 還是說我們要看 Quadas 下次再看 邵峰會改變你的 所以他終究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結論 呃 終究的結論是不是 其實就是這張表 對啊 也是沒有什麼 就是說 最好的就是 這兩個 十一馬 已經超棒了 哇 十一又0.08 這個 在EBN 上是很難得的數字 說實話 下面那個是什麼 是 下面這一組是一個 Pulse pressure 一個是Cardial output 對 Pulse pressure比較不準 Pulse pressure比較不準 所以就是要 然後這個是Cardial output 但是有Control跟Spontaneous Fontaneous 也比較不準 但是也到7了 哦 他要把上面那個拿下來分 對對對 Sub2 所以比較少 17到5 然後6到5 這樣 所以 結論大概是這邊是亮點 然後IBC 呃 還是 有價值啦 然後CVP 呃 這個地方 比較弱 但是這個是有單點的喔 單點的CVP 因為很少 再去做那個Dynamic CVP 所以 還是可以嘗試看看 或者是 看一下 IBC 就是 IBC這邊 嗯 所以Sensitivity Specificity 然後 呃 Positive Negative 5.3 跟這個 也不差啦 但是IBC很難抬腿嘛 抬腿就沒有做IBC了 我試過一兩次我覺得太難了 變成做半座握就已經很難做啦 你半座握的IBC很不容易看 你還要再把他抬腿看 也是很難 而且要很快喔 嗯 一分鐘搞不好他的 等於那個 那個 就沒有那個效果 趕快找到IBC 對一分鐘之內就錯 就 對還要趕快找IBC 你當然可以Pope一直放在那裡啦 那Dimitation裡面也有提到 呃 呃還是一樣嘛 Aerysmia啊 病人就是會 有問題啦 沒辦法做啊 這些 或者是 這病人已經覺得是有一點危險 像剛剛那個PF Ratio的問題啊 所以這些都是 或是像 剛剛這個是unethical 意思就是說 這些病人都已經要給水了 你還 你還把他收進去 也不可能嘛 所以這些就 也沒有被補錄進來 不過反過來說 如果這病人我們還是就給水啦 對 你不可能因為Franc Sully 那種比較緩 你就不給水 你還是給他掐 對啊 還是給他掐 只是中間在猶豫的時候 才會用到這些東西 好 OK 所以 下次我們如果再看到Quadas 再來講 所以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好 OK OK 沒有問阿光主任 幫我們comment一下 沒有沒有 開機了 一遍嗎 我說 阿光你要回憶 要寫幾個字